后起之辈反而可以放开手脚 天马行空 可以天马行空 这个题目如何来破题呢 实际上也是要考验我们的陶瓷艺术家 他们的创意和设计的能力 对刘伟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国理的作者 如何在延续他的大规创作的时候 又抓住这个特点 是日华年轻 而且他的创作有很多的东方文人化的那种趣味 东方山水的趣味 有的时候大艺术家 反而有自己一些固定的套路 所以他的挑战 作为刘伟老师来说 他的挑战在于怎么样突破套路 那后起之辈反而可以放开手脚 天马行空 可以天马行空 如果我是他们其中一个 我首先就要去了解公主的这种品味 审美 衣着和她的生活习惯的一些信息 这样的话可能对我这件直径性的这个礼物 会有更好的更准确的对位 对 要换位思考 就是这个作品虽然非常让人期待 我觉得制造这个作品的过程 同样让人有看密的这种好奇心 那我们就看看在仅仅维持一个月的时间内 师徒两人都怎么做的 怎么设计的 他们又会设计出什么样的作品了